蓝火 八 做法 胡老道有些后悔收了小九月这个徒弟 这娃子没有一点定性 二人来到风雷镇的时候 正赶上包四爷下令收留难民 于是他们也跟着另外十几个人呼啦啦进了这小城 这九月逢人就讲老道人收邀的故事 每讲一遍都要再多加三分佐料 一天下来胡老道已经成了奉太上老君之命下凡收邀的御胡真人 手里还握着掌管八百胡仙的兵符 这镇子里有几个先前认识老道的闲人也跟着作证 证明胡老道是从天上直接掉到玉米地里的 因为全中国就没有第二个人姓胡 其实胡老道本姓令胡 因为师父嫌叫起来麻烦 于是把令字引了 毕竟胡道人念起来要比令胡道人方便许多 于是胡老道成了镇里的名人 求福的驱鬼的起名的落意不绝 连远近闻名的小气鬼牛三金 也公开承诺胡老道师徒 可以在他店里随意吃喝不收分文 只要给他的八肥店压个辟邪符就行 胡老道的名头本来就不低 是附近三镇八乡的头号青王道人 此为青是指祈福壤灾之类的法事 王是指抄见亡灵的法事 胡老道是师父雷老道唯一的清传弟子 从小就跟着师父在江湖闯荡 练就了一身畅念作打吹拉话的好手段 尤其是吹这一节 胡老道掌握有唤气唢呐不断声的独门绝技 所以只要能排得上 附近人家办丧事都喜欢请他 唯一吃亏的是不会血 因为师父雷老道就识不得几个大字 正因为这个 七年前青和线那场武器道场上 胡老道只做了第三位的奸斋法师 但相对做首座高宫法师的杜老道 和次座多奖法师的狼道人来说 胡老道的名头其实更大一些 这是因为他的另一项绝技 炼丹 炼丹是胡老道自学的 因为他从小就喜欢瞎蹈鼓 但自从他十八岁炸破了雷老道的大铁锅 老师父就禁止他炼丹了 直到二十五岁老道人先去之后 胡老道才能重操就业 作为师父的唯一底子 老师父的家底和班子都由他继承 所谓家底 就是五件道袍 两根唢呐 一把桃木剑 一根鱼木杖 一个铜锣和一只木鱼 还有一本八倍老祖宗 传下来的玉精山部虚精 蝴蝶庄的 所谓班子 其实就是几个街坊 平时都是装家汉 遇到做丧事 披上道袍 各自充当 催索那的枝骨 明罗的枝罗和 敲木鱼的枝鱼 一场法事下来 胡老道拿一半的谢礼 班子其他人 平分剩下的一半 当然 这些家底 现在只剩那根手杖了 还有他随身携带的 以前捣鼓出来的丹药 这是他的命根子 尽管不识字 但老师傅从小 抗龙有惠 迎不可久的教诲 胡老道一直没忘 因为这阵 婴儿这阵起的名声 总让他有点不安 好在暂时 不用担心没得饭吃 坐在镇东头 柴气质朴 门口画了一下午的符 胡老道累得腰酸背腾 天色还没全黑 这镇西龙崖客栈 京大掌柜 和镇南同福客栈 老板同大牛 就已经为请他入住 快吵起来了 这小九月还在旁边 煽风点火 一会儿说 龙盆客栈的家具 是紫檀木的 好过同福客栈的水渠柳 一会儿又说 同福客栈的位置好 藏风俱气 一个土窝窝里出来的放牛王 知道个屁的紫檀木 一点不懂得何为贵的江湖要诀 胡老道喝退九月 拱手谢过两位掌柜 老神心说话了 也没偏向 两个老板自然都表示了同意 但为了明天什么时候搬 又争执起来 正在这时 一阵罗声从镇东门外传来 人们纷纷让道 瓜五爷回来了 听说抓了个尸鬼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两位掌柜也停下争吵 抢了个好位置 伸长了脖子等着看热闹 生意人就是精明 他们两人挤出一个空缺来 留给了胡老道 走在前面呢 是个汉子 瘦得跟竹杆一样 头发黄辣辣的 还透着些红 活像烧着了的一根柴火棒 边走边敲着手里的破锣 乡亲们无怕 这石鬼已经被刮分 瓜五爷指腹 咬不到人了 这是团练苏教头 我们都管他叫小火柴 金掌柜 还不忘了给胡老道解说 跟着小火柴的是 并肩的两个人 一个五十来岁 短粗身材 黄面皮黄长卦 另一个三十岁出头 身材雄壮 脸色白净 眉间有颗朱砂质 一身青色军装 背上鞋胯一杆打枪 和一把大刀 这老的是瓜五爷 老东家的结拜弟兄 这回同老板抢到了话头 这长官倒是没见过 那军官还用麻绳 牵着一个人 反绑了双臂 用黑布套了头 跌跌撞撞跟着 从他腰里 又分出两根麻绳 分别左背左右 两个相拥在后面牵着 队伍的最后 跟着四个相拥都端着枪 好 好 谢谢观看